DMI 基本上是從事影像的行業 那我們主要是做廣告的市場 起源在三十幾年前 一開始是做手工相片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是德士的客戶 因為德士當初在放大機上面 是全世界品質是最好的 那一直將近做了十年 大概二十幾年前 則是推出了全世界 為之震撼的設備 就是Duster的LAMDA 那這個設備確實是改建了 整個業界的發揮 從過去很有限制的尺寸 到無限的尺寸 有這個設備 所以我們對客戶的服務 產品更加的多 那我們最多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五台的LAMDA 我們一直是在走比較金字塔尖端的客戶 因為只有最尖端的客戶 他的要求是最苛刻 那我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苛刻的 比如說你企業的管理 人員的管理 到流程 到你的系統 到你的技術 當然很重要 你還是要有全世界最好的設備 所以我們的定位是非常清楚 那一直到兩年前 德士推出的P5系列 那我認為這個P5的系列 用在廣告業界是非常的好 而且是非常的成熟 因為市場的需求是一直在提升 客戶給我們的時間是越來越短 所以更快的速度 更穩定的品質 也是我們追求的一個方向 那不只是P5 那我們更期待後續的P5 HS 我是覺得對我們來講 我們稱之它會是次世代的設備 就是等於跟過去的設備 已經進入了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很短的實例 不只是台灣上海 未來在日本 我們都會採購這個 這樣的系統的設備 德士的設備 因為它的基建 跟它的配件跟精準度 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當然在油墨的供應軟體的調整 經過將近十幾年的經驗 跟用戶端的使用經驗 我想德士也吸收了很多的 這個寶貴的這個技術跟經驗 所以推出之後 其實我們非常快的上手 而且也很快的把我們 過去的設備換新 我等待這樣的設備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我認為更快的速度 更穩定的品質 那可以縮短整個客戶對交期的要求 甚至也可以縮短跟員工上班的時間 我想對我們整個公司的經營是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也很高興能夠用全世界最頂尖的人才 跟全世界最頂尖的技術 跟全世界最頂尖的設備 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 而且也不可能去改變的 因為最好的客戶 他一定要用最好的產品 他也要找最好的公司 那最好的公司 一定要選擇最好的設備 我想這是相輔相成的 你會不會說 我肯定要認識 我肯定要認識 我肯定要認識